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丰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 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举起步的关键时期。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我们必须增弱。 我们必须增弱忠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维, 未雨与策弱,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 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 资难而上,资难而上,资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 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感谢观看。